现在呢小猪图家加上走本土化路线的爱比莹 构成了国内民宿短租行业的三大头部玩家 如果把2012年算作是国内民宿短租行业发展的元年 那么到了今天呢最终入场的几个玩家都已经度过了他的七周岁生日 市场也从零开始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 从去年的数字来看呢 整体的市场交易额已经达到了165亿元 这两年从供给端到流量端 玩家们都在探索一个全新的打法 走过开荒拓图的1.0时代 行业发展迎来了他的下半场 我们认为过去十年互联网最成功的模式是平台 我做个交易平台 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双边的拉动 形成网络效应过后 这个商业模式非常非常的性感 编辑成本可以快速的降低 其实我们过去我们在做小猪的时候 尽管我们开始就做了一些轻微的所谓平台家的业务 那是因为当时我们说服房东很难 然后房东提供的体验很差 我们必须要去做服务 但是本质上我们还是一个单纯的平台事务 但是七年过后我们其实我们认识到互联网的下半场 实际上用很轻的平台模式不能够再走得更深走得更远 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就是线下的模式越来越重可能是这个短租民宿玩家们的一个必然的趋势 必然的趋势 未来呢中高端民宿将成为行业竞争的焦点 所以各大平台都在提升房源的品质上重点发力 图家小猪等本土玩家走的是房源拖款路线 去年小猪推出了代孕营产品缆租公社 为房东们提供设计软装保洁物联网设备智能化管理等环节的一系列服务 今天只是做信息的在线化 做交易的撮合 不能够偷偷地去颠覆和创新一个新的产业 这时候你的手是要伸到产业里面去 那么未来存量的方言变成一个可以变成民数短租的一个供给 这里面产业互联网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整个是用这种管家的这种方式来做整个的方言清洁 就这种管家的招募培训跟后续上 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能够控制他们的质量 跟保证一定稳定的服务水平 第一个就是你还是要做披环 所以阿姨的所有的服务是在线化 比如说最后是可以被评价的 这是互联网的思维 但是也有很多互联网没有的东西 比如说你还是要做阿姨的招募 阿姨进来过后你要去做SOP 你要怎么去培训她 教她怎么去做保洁的流程 然后你还要提供一定的物料 产业互联网这个事情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你既要有互联网的思维 有互联网技术产品能力 同时你线下要有手感要有体感 然后又有运的方法在里面 那怎么控制成本呢 这个一直是一个比较紧迫的问题 因为这个越来越重成本越来越高 这个是需要花时间 但是它不见得是体现在成本中和人力中 现在其实我们管理很多很多的房屋 七八十万套房源 然后但是像我们现场团队大口现在也是三百多人 刚才谈到阿姨的模式 是吧 其实我们全国大概每个城市就有保洁团队的地方 大概就一个负责人 然后关键是很多工具已经数据化在线化 你不需要用那么多人力去天天追着人阿姨去做 所以它不是一个重成本的事情 它是一个这个需要花时间 需要去做创新的一件事情 但时间的创新其实也是一种成本 对 是成本 所以不量往进到下半场 创业者的心态要变 第二个呢 当然是对投资者也有挑战 是吧 其实以前投资者特别期待平台的模式 觉得他可能早期稍微慢一点 但是一旦双边的网络一起来 那很快就能去拓展自己的边界 而且摩擦非常非常小 但是今天这种机会你少之又少 因为大的这种所谓机会都比大的平台 类似于阿里啊 美团全部给占掉了 就现在不要怕摩擦 就用产业互联网手去应对它 要面对现实 做好时间上成本上的 这个充分的这个准备 但是呢一方面呢 就是有可能会把互联网 原有一些模式的一些杠杆会降下来 比如以前互联网 早期的发展的时候 会在获客流量 上面付出非常非常多的成本 但是如果今天有把更多的资源 投入到真正对这个产业 更细致 更深入 更彻底的改造上面 何尝不是今天互联网 重新再创造新的价值 在提升防源品质上 爱比营走的是一条相对轻的路线 在去年的2月 爱比营在全球同步推出了 精选防源Airbnb Plus 成为精选防源呢 需要通过100项标准的筛选 不久后呢 爱比营还专门建立了 为房东提供培训的房东学院 接下来 她还将率先在中国市场 推出首个防源质量优化系统 这个系统呢 会结合人工和机器的审核 来尽量确保防源信息的真实性 在彭涛看来 爱比营更希望做的 是打造一个好的生态 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我们想建造一个 比较良好的一个循环 就是我们制定一个标准 就不管是说 这个防源是应该真实的 还是说这个防源 比如要配备洗衣机 或者配备 要有安全措施 比如那个消防刷 包括就是像这种一些 烟雾报警器 那最终的话 我们作为平台的话 想制定游戏规则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有更多的曝光 消费者更加相信你 那最终你获得更好的收入